哈喽,大家晚上好 哈喽 我是金文,晚上好 又是我们呢 对呀,这个时候大家都吃饱了吗 嗯 我是吃饱了啦 九点了耶 是咯,线上的朋友你们大家都吃饱了吗 在做饱饱啊 是宵夜哦 讲快 今天的疫情 也是八百多 哎呀 都很高耶 你看现在又重新这个 再来读一次这个MCO 虽然这个MCO就没有像之前这样这么严啦 可是做父母的 也就是 就再吃头痛啊对吗 因为小孩子在家又要教他们做功课 又要吃到 对啊,肯定就买多几只啊 他们就开心啊 因为一整年都没有读到书嘛 做父母型的就被气死掉 上网课的父母要全部在旁边读出 骂人 哇,真的是很忙耶 对 这样我们看下有谁进来了 可以 可以 嗯 这样哦,上个星期啊,我们就是有讲到这个父母啊 对,我还记得,大家还记得没有哦 父母是我们此生的最爱耶 虽然以后我们还是有自己的家庭 自己的孩子啦 但是父母亲还是我们的最爱吧 然后父母亲老了过后 会面对到很多健康上的问题 这样子我们要 要给他们什么样的高能量营养 来让他们一直健健康康的 所以的话想知道的朋友 一定要看回去我们上一个直播 对 诶,大家晚上好哦 安玲好 佩真好 哈啰,雪人 佩真 还有外公 嗯,很好哦 所以家里人全部人的空 现在这个时候的空了 就进来听听我们这个分享 这样哦,我们今天啊 会跟大家分享这个内分泌失调 其实大家懂不懂什么是内分泌失调 静文你 嗯,有了解吗 我不是很了解 但是我听过啦 因为很多时候啊 亲戚生了孩子过后 胖啊 回不到之前的身材啊 嗯,然后 明明吃很少 怎样吃哦 都 明明吃很少 还是一样很胖啊 很少可能呼吸都会肥这样子 嘞 所以的话才知道原来是 荷尔蒙失调所导致的问题 对咯,对我来讲哦 我也是听,时常会听到这个 女生啊 生了孩子就是很容易 呃,受不下来啊 他们都会讲 去看医生 医生讲这个 荷尔蒙失调 这样哦,到底是什么原因啊 会导致到这个荷尔蒙失调咧 然后我们要怎样知道哦 自己患上了这个荷尔蒙失调啊 今天我们就 今天我跟静文啊 就带大家来探讨一下 嗯 那我们事不宜迟 事不宜迟哦 就进入今天的主题咯 OK 好,这样哦 内分泌系统哦 它就像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信号 它是专门哦 负责为身体各个部分哦 传导这个信息啊 包括分泌我们这个荷尔蒙哦 我们都知道我们人体有两个荷尔蒙 就是男性荷尔蒙跟这个女性荷尔蒙 荷尔蒙哦 对我们这个人体机能调节 生长 形成败泄 还有这个生殖方面哦 都有着很重要的影响 嗯 这样这个人体的荷尔蒙啊 它是谁来分泌的咧 很多人都讲荷尔蒙失调 荷尔蒙也是要有人分泌的对不对 其实就是有垂体啊 甲状腺啊 胸腺啊 肾上腺 胰腺 和生殖器官 比如女生的卵巢啊 男生的睾丸 所分泌的 其实内分泌系统 它会直接影响我们的免疫系统 还有神经系统的健康啊 所以的话如果 荷尔蒙失调 内分泌系统失调 就会影响我们的免疫系统 还会影响我们的 那个神经系统 就会导致失眠啊 然后头痛等等的问题 所以是影响很大很远 所以我们要好好来探讨 这个内分泌系统 这样哦 要怎样知道哦 自己会上这个 内分泌系统失调咧 对 陪姐有问 有什么症状 嗯 这边有症状跟你讲的 就是第一个就是这个长痘痘 有些人哦 在这个啊 发育时期啊 就会整脸有很多痘痘 很多痘痘的 然后觉得很困扰啊 因为别人的脸都是美美滑滑的 可是你的脸啊 就整脸都是痘痘 然后就去花钱看医生哦 然后医生就会开药给你吃啊 然后给你这个查评的药 可是哦 一直都没有改善 还有这个扁头痛咯 我们常讲哦 扁头痛啊 只要吃Panodot就会好 可是当这个扁头痛很严重的话啦 其实你是很辛苦很辛苦的 它会感染到啊 感染到你这个啊 这个生活作息啊 还有我们常看到就是这个疲劳 还有这个精神不佳 我们一直以为哦 如果是自己疲劳 就是可能是自己晚上睡不好 或者是熬了一些夜 这样只要是多睡一下就没有问题 其实不是的咧 其实可能就是你这个内分泌色调啊 它给你的醒了 还有我们常看到就是这个女生 常有的这个精痛 一些女生哦 她们很严重的话哦 就是一来这个月经的时候啊 就不能够去上班 不能够去上课 然后整个脸啊 就很常白啊 就很辛苦咯 然后就不能够做什么东西 就是要躺在家里就对了啦 还有我们常看到的 现在的人 很多女生都会有就是这个 难受孕 然后她们是会寻求各种啊 这个 这个各方面的这个 怀孕的这个方法啊 去看医啊 去看中医啊 可是哦 看了这样多医生 还是很难有这个孕 然后自己就会很压力咯 很压力咯 然后有一些就会有这个 试眠症 就是有些人就觉得 呃 我试眠一下是没有问题啦 其实哦 不是的咯 如果你是长期这样子试眠哦 其实是你的身体已经生病了啊 嗯 我看到我也想写 读书的时期满脸都是痘痘啊 还有就是佩正也是写 以为长痘痘是皮肤不好啊 其实是因为发育期间啊 荷尔蒙有所不一样了啊 所以就导致有些人呢 就导致脸上有很多痘痘的问题咯 再来有哪一些症状 有哪一些讯号果我们讲 诶 荷尔蒙失调了咧 其实就是脱头发咯 很常我们去到那个 那个Selona 然后那个人就跟我们讲 诶你最近有脱头发是吗 诶你的头发营养不够耶 所以的话不止 不只是营养不够 喷喷啊 然后啊洗头发全部换到完 还是改变不了 尤其是什么 尤其是孕妇啊 尤其是生了过后 会发现到脱发的现象很严重 其实就是因为生了过后 内分泌系统失调啊 内分泌失调啊 所引起的这些脱发现象 再来我看到佳豪有些 他的朋友有这个大紧包的问题 其实这个甲状腺哦 它是分泌这个荷尔蒙的一个腺体来的 所以一定要确保它是健康的 一定要确保它的功能是正常的 不然我们就会出现到大紧包的现象咯 其实是因为内分泌失调所导致的啊 还有就是皮肤很干燥咯 很像我们吹aircon一整天啊 还是晒太阳啊 不然就是出国 出国最明显的天气有所变化 然后突然间很冷啊 我们适应不来啊 内分泌系统也适应不来啊 会失调啊 今天我看到小诗跟瑞莉安帝的直播 有讲这个更年期女性会脾气暴躁啊 其实就是因为 荷尔蒙有所不一样了啊 尤其是更年期的女性 分泌越来越少 所以就控制不到自己的情绪 会发脾气 然后就是越经温乱哦 来的很少来的很多 一年可能来两次四次 所以就是抱着 有来又来哦 没有来就是不理他咯 其实是不能的 因为如果我们未来想要生育啊 想要被孕的时候 才来去注重这个问题 其实已经太多年所 来太多年的问题啊 突然间要 突然间要被孕 其实已经慢了耶 所以的话要很重视这个内分泌 失调的问题咯 带来就是体重莫名的暴增 或者是下降 讲刺 不是讲刺 是刺很少 一直以来都是刺很少 一样的分量 可是突然间肥起来哦 呼吸都会胖哦 然后你就问这个人 诶 怎么你肥了 他就跟你讲他不懂哦 我一样啊 还是吃这样 还是吃一样的分量啊 都不懂怎么会肥 然后不然就是下降 像我们会看到一些 呃 呃 伯母啊 然后越老越瘦 越老越瘦 越老越瘦耶 都不懂做什么耶 也是一样吃这样子的分量 就越来越干耶 整个人 其实是因为整个人哦 内分泌失调所导致的 所以体重有所变化咯 对 就是这些就是内分泌失调的讯号 这样哦 这边我跟敬文已经分享了12个啦 不懂大家哦 是中了多少个 因为很多人 有这个内分泌失调啊 是不知道的咧 当到他们很严重的时候 我去看医生哦 原来哦 才知道自己这个荷尔文失调来的 其实哦 大家真的是要注意自己这个状况 如果我们分享了这12个SIGN 你有中了很多个 这样你就是要去看一下医生一下 然后做一个全面的这个检查 这样哦 大家知道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导致到我们这个内分泌失调嘛 就是我们这个错误的这个饮食习惯啊 我们讲哦 出去跟朋友聚会啊 都会吃很多很好料的啊 对吗 就是可能吃一些快餐 或者是吃一些麻辣火锅啊 我们都知道这些好吃的东西 都是不健康 还有就是这个细盐和酒 以前我们讲哦 是个细盐啊 喝酒啊 都是男生会做的 可是哦 现在时代不一样了 很多女性哦 也是有这个细盐和酒 然后哦 就为什么 导致到很多女生啊 不能够受孕 还有就是这个滥用药物咯 我们讲哦 现在的人啊 只要一痛啊 哪里有痛 就去找朋友 不然就是自己当医生 自己去药房啊 药材店啊 去买这些药吃 还有我们讲现在 每个女生还有男生啊 都是喜欢自己的身体 漂亮亮的对不对 没有一个人是喜欢自己身体哦 肥肥胖胖的 然后就会想要 只要裤子啊 穿到有一点点紧 就讲啊 我要减肥了 我要减肥了 然后就一餐每一餐咯 还有有一些就是啊 要呃 瘦到快 他们就会上网啊 去买一些这些啊 减肥药吃 其实这些都是会导致到 我们这个内分泌色调啊 还有我们知道哦 熬夜 熬夜是不好的 可是我们现代的人哦 都还会去犯的 我们只会用嘴巴 讲自己的孩子 不要熬夜 熬夜对身体不好 可是我们自己又在犯 还有压力咯 压力现在就是一个啊 无形的杀手 因为压力大人啊 小孩啊 老人啊 都会有 我们哦 要找一个方法 一个适合的方法 要做运动 要做一些啊 自己开心的事 来释放这些压力 还有一个就是肥胖症 其实这个肥胖症哦 也是会导致到 导致到我们这个内分泌色调啊 所以哦 呃如果自己 看到自己这个身材啊 已经向横发展的时候啊 就是要控制一下啦 这个饮食 还有这个 我们这个生活习惯 嗯 我相信很多人有中几个吧 因为这些又吃的 又生活习惯等等 然后错误的减肥方法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试过吧 结实 然后导致到整个人 都很像不一样了 严重的内分泌失调啊 真的是 所以我们要好好爱自己 爱自己的身体 不然的话 带来的那些症状 真的是我们承担不起 承受不起啊 然后还有就是 刚刚Melissa所讲的一些内在的因素 就是不健康的饮食习惯啊 不健康的生活习惯等等 还有外在的一些因素啊 比如环境荷尔蒙啊 这一些我们就避免不到啦 但是我们可以尽量的减少 比如我们每一天会吃外面啊 吃打包啊 然后我们都会吃到的一些 食品添加剂 比如保鲜膜啊 然后塑料等等啊 就是plastic啊 尤其是烧烧打包汤的东西啊 哇 那个烧烧的东西 装进去到plastic 哇真的是 其实看的时候会觉得 诶 真的要吃咩 哇真的是融完那些plastic 然后我们就是吃plastic下去 但是就是没有办法哦 不然烫的东西要怎样打包 这个又是最好 然后又不会漏的方法 所以现在很多我讲 不要就是少用这些plastic 要爱地球 其实不只是爱地球啦 不只是环保啦 更重要是爱我们自己啊 因为我们吃下去哦 其实到头来还是我们自己 受伤害啊 自己导致到这个荷尔蒙失调啊 然后就是清洁剂咯 其实我们每一天都接触到的 洗碗啊 我们的手动到那些清洁剂啊 然后我们的冲凉那些啊 还有就是我们的床单啊 喜欢香香 就是要倒很多肥皂下去 给它香香给它干净 其实我们的皮肤啊 都是一直在接触到这些清洁剂 再来就是化妆品咯 化妆品一定会有的重金属啊 防腐剂等等 因为不然它会滋生这些细菌病毒啊 所以的话它是在安全范围 可是我们长期接触下去哦 一样是对我们身体有一点影响的 就比如签啊 工啊 化学物质比如这个分类等等啊 还有就是空气污染哦 大城市比较明显啊 因为Aircon啊就是大城市就是一直开开开开开开 一个office可能有30多架40多架 再来就是因为大城市车也多 呃公共设备全部都非常多 所以的话空气污染在所 嗯 你无法去避免啊 然后我们小城小镇也是有啦 因为我们隔一个几十公里啊 就会有一个工厂啊 比如石灰工厂啊 然后不然就是一些呃 那些石头工厂啊 沙场啊 全部其实都是有这个空气污染的 只是我们看不到 然后农产哦 不要讲外面我们吃了 我们很少会吃到有机的东西 除非自己买咯 其实自己买的东西 有机的东西 它也是 它也是有这个农产 只是它是有机农药啊 这个有机农药一样也是会伤害我们的身体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以为有机就是没有农药 就等于健康啊 其实有机的东西哦 它用那些有机肥料 其实就是我们人的分辨啊 还是小号大号啊 其实造成我们那些大肠杆菌啊 还有螺旋菌的几率是高很多的 然后再来就是水咯 我们冲凉的肥皂水啊 洗衣水啊 洗碗水啊 你全部流去水里面啊 其实长久下来哦 都会我们喝下去 对我们还是有一点影响的 电子产品咯 然后有这个酸分A 这个酸分A是因为不要给我们的电器啊 有生锈的一个情况啊 所以的话我们长期接触到的电器啊 比如电话啊 还是吹风筒啊 电脑等等啊 其实都是有对我们身体有一定的影响 还有就是空气清新剂咯 还有那个分箱剂啊 因为我们都喜欢香香 尤其是大城市啊 office之类的啊 越多人就是越要保持那个空气的清新啊 所以会大量喷这些空气清新剂啊 所以我们长期细下来哦 也是会造成我们的内分泌失调的 我刚才看到Derek有写哦 嗯 马票就没有中哦 这个就中很多啊 哈哈哈哈 这是真的 因为我们已经 很多人都不知道 这个内分泌失调啊 是怎样的啊 其实我们今天有一点分享 我相信大家会有一些指示了啦 嗯 这样哦 这个内分泌失调啊 它还会导致到什么东西 就是这个肥胖 有些人就是呃 莫名其妙的抗下去 一直胖一直胖 呃 想尽办法少吃 也是胖 就是受不下来就对了啦 其实这个就是内分泌失调咯 还有就是我们讲到嘛 呃 我们内分泌失调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呃 身体的这个免疫系统 它已经不正常了 当我们这个免疫系统哦 它不正常 它就会引起这个糖尿病 嗯 还有我们会看到有一些人哦 他会突然间好像呃 很紧张的哦 然后就或者是做东西都要快快 然后要很完美那些 忙伤啊 啊对 其实这个哦 也是内分泌失调的一个原因 就是他们导致到有这个焦虑症啊 因为有些人哦 他们有这个焦虑症 他们是不知道的 当他们突然间呃 做工啊 还是出去外面呃 在家里休息啊 怎样 他们突然觉得 人胸口会很辛苦啊 这样去看医生 然后医生做了很多个测试 才知道 哎 原来里有这个焦虑症啊 还有我们常看到就是 有些是这个发育不良啊 尤其是在这个呃 小孩子这个发育的时期啊 他们也是会有这个内分泌失调 因为哦 会导致到他们这个长不高 一直瘦瘦小小只的 其实我们大人也是会的呢 就是有这个啊 如果有这个驼背的现象啊 其实也是这个发育已经开始不正常了 或者是我们看到有一些呃 大人他们就会越来我们讲的缩水啊 就越来越矮越来越小 其实这个也是内分泌失调耶 还有一个我们常看到就是这个衰老咯 其实当我们这个有这个内分泌失调哦 他是会啊 加速我们哦 人体变老的 嗯 我看到这里写 Denis就写 我莫名其妙的瘦哦 但是Derek就写 瘦不了 所以有人瘦 有人莫名其妙瘦 有人莫名其妙胖 然后瘦不下来 然后Shaden也是写 莫名其妙肥起来 原来是荷尔蒙失调了 对啊 还有就是很多人就是配针 各位想有讲 呃 一个修摩托电 一个修车电 所以也吸了很多这个飞气啊 真的是要好好吃好 吃多一点营养 来balance回来哦 再来就是这个胰脏咯 胰脏炎 胰脏发炎 因为胰脏哦 它也是一个分泌荷尔蒙的一个线体啊 所以的话我们一定要确保它是正常的咯 如果它发炎的话 就引起疲倦啊 容易生气啊 难以集中等等的问题啊 然后甲状腺 因为刚刚有讲大警报嘛 甲状腺它就是一个线体嘛 如果它过度活跃啊 就会有这个抗径哦 甲状腺抗径 就是很过容了啊 比较active啊 如果是比较慢啊 然后活性不足的话 就会有这个减退症啊 所以太够力也不可以 太够力也不可以 然后太慢也不可以 所以一定有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在那边啊 然后肾脏病咯 其实这个肾衰竭啊 肾脏疾病咯 跟那个荷尔蒙咯 是有所关系的 然后最后就是这个不孕咯 我相信很多很多人有面对到 因为现在想要怀孕 不是一件这么简单的事情啊 尤其是很压力 生活很压力的女性啊 男性啊 所以的话 就导致不孕哦 其实卵巢啊 它也是一个分泌荷尔蒙的地方 所以长期如果 不排卵啊 还是没有月经啊 月经很少啊 各种各样的女性问题啦 都会导致不孕啊 其实这个就是因为 荷尔蒙失调所导致的原因咯 对 讲到咯 这个荷尔蒙失调啊 它会引起这样多这个病症 所以咯 大家不要小看这个 我们这个荷尔蒙失调啊 像我们讲到吗 这样失调了 这样怎么办 到底咯 有没有什么东西啊 可以帮助我们调回来 其实是有的 这个大豆 大豆咯 它是很不起眼的 对吗 它小小壳一粒一粒 可是大家知道吗 它哦 是古人称为这个黄宝石啊 因为它小小颗一粒一粒哦 它里面有很多很多 这个丰富的这个营养啊 这里有写到哦 它有这个 优质的植物性磁剂素来源 因为我们身体 有这个荷尔蒙嘛 这个大豆哦 里面也是有这个荷尔蒙的咯 你看他这边有讲到 大豆里面的这个 这个异黄铜哦 就像这个女性的磁剂素 就像这个女性的荷尔蒙 所以我们女孩子啊 要多吃一点这个大豆 它可以预防这个荷尔蒙明起的这个癌症啊 我们讲到嘛 如果我们时常生气 或者是有这个情绪的活动哦 就会让我们这个身体啊 自己产生这个有毒的荷尔蒙 久而久之哦 就会变成这个癌症咯 所以现在MCO时期啊 做妈妈的啊 做爸爸的啊 教小孩子哦 就不要发这样大脾气控制一下 因为哦 你看这个大豆小小可一粒粒 它还可以帮我们哦 降低罹患这个癌症的风险啊 因为我们现在都知道哦 这个癌症啊 是全球的这个头号杀手啊 而且哦 你越来越年轻化 大豆还可以帮我们哦 维持这个荷尔蒙 这个荷尔蒙的这个平衡 我们讲到嘛 身体有这个男性荷尔蒙 女性荷尔蒙 这两个荷尔蒙哦 都不可以过多 也不可以过少 一定要平衡 如果它不平衡 就会引起很多这个疾病哦 还有它可以提升这个免疫力 讲着讲到这个啊 COVID-19 到现在都要接近一年了 到现在也没有这个啊 有个很好的一个药物哦 来帮助我们啊 避免这个这个病毒对吗 你看大豆哦 它也可以帮助我们提升这个免疫力 所以哦 如果大家想要提升自己 自己的这个免疫力啊 不妨多吃一点这个大豆 嗯大豆我的最爱 我们一天都会摄取大豆的 然后还有就是富蓬梅咯 嗯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的 它叫rashberry啊 我们在market上啊 还是在水果店都会看到 看到小小一盒哦 药价很高一下嘞 因为它体养丰富啊 然后马来西亚又种不到 要冷天才种到的 它小小的一盒哦 啊不要小看它啊 它有很高的抗氧化剂 怎么样 大家想知道 怎么样吃这样高抗氧化剂的话哦 就要看回去 我跟安琳的那个 怕老没有 要看回去 我跟安琳的第一期 跟第二期 这个老化的一个 那个life啊 就知道高抗氧化剂 跟老化有什么关系啦 如果想要怕老的人 还是想要产生这个 胶原蛋白的人 就要多吃这个抗氧化剂咯 还有就是它可以降低我们人体 导致癌症的荷尔蒙啊 我们人哦 会因为荷尔蒙啊 所引发一些癌症哦 比如呃 前列腺癌 乳癌 子宫内膜癌等等 都是因为荷尔蒙哦 所导致的一些癌症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它们给降低下来 尤其是这个导致癌症的荷尔蒙 然后它可以帮助我们人体 保持荷尔蒙平衡哦 所以刚刚讲了这么多的问题 我们就是要吃这个 副棚美来帮我们balance掉咯 外在因素内在因素都好 我们无法去避免 所以要吃多一点营养 来帮我们balance 还有就是它里面的花青素 能够抑制体内的细菌 还有核增菌 尤其是现在很多人有这个 细菌感染啊 比如尿道细菌感染啊 还是前列腺细菌感染等等啊 尿道感染 发炎啊 就是因为 可能就是因为 它有这个细菌病毒感染啊 所以要多吃这个副棚美来降低 这些感染的次数咯 然后可以帮助我们治疗腹泻 跟便秘 太过活跃的肠胃 就会导致腹泻咯 然后比较不活跃的 就会便秘咯 所以一定要正常 就要多吃这个副棚美咯 其实啦 除了这个大豆跟这个副棚美啦 这个大自然界里面喔 是还有很多这个喔 很好的这个植物 可以帮助我们喔 呃 去避免这个内分泌失调的 如果大家想知道的话 可以PM我们 我们会跟你们分享 嗯 Lisa 你朋友还是你身边有这个 呃 内分泌失调的问题吗 朋友或者是自己 内分泌失调啊 其实赶紧讲到这个 呃 月经啊 对嘛 其实我以前 20多岁的时候啦喔 月经都很顺的嘛 而且那个量也是很OK的 可是喔最近我都会发觉到喔 嗯 那个量啊 开始有一点减少了咧 我 有问一下我的朋友咧 我问他 诶 这么突然间会这样 是不是要进入这个更年期了啊 可是我跟他讲 诶 哪有可能你还这样年轻 又还没有生过什么都没有 不会的 他讲 你就是要调理一下 你自己的这个生活方式啊 还有这个饮食习惯 或者吃一些喔 对我们这个人体有益的东西 给对营养啊 我们的身体这个细胞啊 哦 因为我们可能讲 你可能患上这个荷尔蒙失调 你不知道的喔 因为我们讲 你还 有这个精痛 都是很正常的嘛 对吗 只是讲有时你精痛很厉害的话 就吃一点Panadol咯 其实喔 我朋友这样子跟我分享 过后我就有问他了 你要吃一些什么东西 他有跟我分享 诶我吃了过后喔 几个月后 我这个月经这个量了喔 就 诶变回normal 有没有像之前这样耶 不然我真是想到 你自己要耿延齐了耶 有这样的问题吧 会 会有一点担心是 我是比较随缘啦 就是呃 有就有咯 然后没有就没有咯 也没有讲去记录啦 而且对日期也是不敏感耶 也不会讲去注意 诶 这个月几号几号 下个月就会几号几号 所以现在的女性 全部大多数都跟我一样吧 就是随缘吧 然后我们也没有去做身体检查 就是做子宫检查 还是男性啊 会去男生啊 不是男性啊 男生像我们现在20多岁 会去做身体检查 所以是不知道自己身体状况是怎样的 所以的话就会有很多 现在有很多听到 有水流啊 血流啊 还是肌流等等的问题啊 就是呃 有没有来就是随缘 然后一发现到 也不会发现到啦 其实就是很痛 痛到有一天受不了 去医院检查 就发现到诶 有多少CM多少CM的流 然后马上要动手术去切除啊 然后他们就会去呃 现在还可以住进去月子中心 去做两个星期的 调理身体啊 其实年纪轻轻 还没有经历过生产哦 就要被这样子的开一大刀 在子宫上面 其实我觉得很可怕耶 虽然是讲现在 因为有流是很很正常 很多人有的一个问题 那是如果是自己的家人 还是自己被告知 然后有多少CM多少CM 几大的流 我真的是不能够接受咯 然后要提早体验这个生孩子的痛啊 真的是很不划算耶 所以我身边有几个朋友 是有这方面的问题的 然后其实这个要很小心耶 因为他的存活率啊 有这个癌症啊 子宫癌的存活率 五年里面的存活率哦 其实子宫癌是83% 然后宫颈癌是68% 然后卵巢癌是44% 你看一个子宫 就有三个癌症耶 三种癌症 然后他存活率也不一样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听讲 有一些很早就很快被告知癌症 然后就很快就离开了 有一些就是可能就是切除 就是严重一点切除整个子宫 还能够存活下来 其实如果我们真的是 还没有要当 还没有当妈妈 然后未来想要当妈妈的人哦 真的是要好好去注重这个 那一份密系统耶 不是这么 就是不是这么小件事啊 其实是影响很大 不然的话我们想要孩子的时候 然后一直得不到 其实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对啊 其实很多女性得到这个癌症 其实他们是不知道 其实这个元首啊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内分泌 是调所引起的 所以身为女性的我们 一定要定期去做这个检查 而且要做一个详细的检查 像我们讲到嘛 呃 我们 患上我们有想到自己健康 对吗 我们都会在这个市场上啊 找很多这个保健品啊 像我们大家知不知道 其实哦 保健品啊 是不可以乱吃的呢 因为哦 如果我们选择不对的东西啊 它会引起到我们哦 有呃 呃 不好的事情发生 就是有患上各种呃 疾病啊 可能年底精进 你吃到不对的东西 一下子就要去洗剩了 因为我们常看的就是呃 呃 这个瘦生产品 对吗 对 然后瘦 就呃 就呃 就上网买买买 可是吃了的时候突然间发现到 哇 自己有问题的时候进一院 就突然间摔摔 这样子一下子就拜拜了哦 所以哦 我们下个星期二晚上 我跟静文哦 会跟大家分享 这个保健品 到底哦 我们要吃 要怎样去选择 到底要吃一个保健品 要符合什么标准啊 所以哦 大家一定要留意 我们下个星期二晚上9点 嗯 对 我们下个星期二9点再见 还有一个资讯就是 我们下 我们这个星期五 然后晚上8点半 会有这个呃 这个自体免疫疾病的一个呃 zoom meeting 会在zoom 然后会会聊 到底这么会有这个自体免疫疾病 然后是这么会有 然后比如我们很常知道的 红帆性蓝肠 还有牛皮血啊 还是一些硬体 硬体症啊 硬皮症啊 等等的一些问题啊 其实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现在我们所知道的是 80多种的一个自体免疫疾病啊 所以想知道更多 然后想知道怎样去预防 呃 未来我们也会有孩子嘛 对吗 我们也不想要有这个 从小就有这个自体免疫疾病 要怎样去预防 怎样去对抗 怎样去降低这些症状 所以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领取这个 zoom meeting的link 然后一点进去 然后我们就会 send给你们一点进去 就可以进到去了的 对 对 到时候我们这个晚上8点半 你只要按这个link 就可以看到我们里面有这些分享者 他们分享哦 so我们今天这个直播就到这里 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我们下个星期二的这个live so今天晚上就到这里啦 谢谢大家晚安 拜拜 谢谢大家 拜拜